我们俱乐部呢是叫SHMA 它是成立于2015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成员加上成甲加上五甲的话有100多人 今年2018年我们参加的是RMCF 在苏格兰举办的这个比赛 RMCF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类似于奥运会一样的 一个全甲的格斗联赛 它是一个团队运动 我们穿着古代的盔甲拿着武器和敌方交战 那么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RMCF它有一个21对21 还有更多人对战的时候 你从这个眼缝当中看过去 对方持着兵器走过来穿着铠甲 现在呢我们是一周两次训练 大家都是有工作 比如说我是药员老师 然后还有做药的 还有做媒体的 各行各业喜爱这个项目的人 然后来玩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队伍就是这样 慢慢的一个成长阶段 我们今年就打赢了卢森堡队和加拿大队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从来没有去过 这是一对一的得分方式 就是击中头部 击中躯干得两分 击中四肢得一分 然后击倒是得八分 这个是业余赛 职业赛的话 它有就是都是一分 都是全身都是一分 然后就祭点 祭点以后三分钟打两回合 就这样 武器是这样 它分长杆武器和短柄武器 身上的盔甲这些部位 这个是手甲 这个是肩甲 我们称住肩膀肩甲 那么我身上穿的这个叫板甲衣 它看上去向前衣服 其实它内侧都是盔甲材质 腿甲也是全都是钢铁包裹 那么在这些衣服 在这些甲舟中间都有棉衣 和那个头盔的原理是一样的 不能直接和你的肉接触到 这个头盔呢 它重量是在12到18斤左右 这个是代表中国 这个是代表心中的一团火 这个是我的logo 这是我们队的logo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中国人 也有一团火 所以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是很棒的 实 screening 核培 主持人 脑 下find 啊 主持人 脑 主持人 子 主持人 财 什么 בש